连续的往前成功,速度非常快,下网了,杨乐卢赢了,杨乐卢再次晋级的决赛啊 这是2022年海洛公共赛,台湾杨乐卢组合对战丹麦世界第七的阿斯特·卢普·安德斯 这也是本次赛事的二号总值,对杨乐卢的挑战非常大 但是杨乐卢经过法国赛的退表,状态非常出色,依然没有辜负期望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 第七比赛上来,杨乐卢打得非常积极 反而是丹麦组合有点慢乐 这个进攻行迹非常漂亮,不过主要的机会还是杨木涵的往前调的脚 杨木涵这个往前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后组的一个轻调节奏非常好 杨木涵这个后场给的不好,给的速度太慢 对方完全有足够的机会去突击 但是这个反应速度确实很快啊 哇,好球 这种往前进攻杨乐卢还是强调多了 这种往前的风望,杨宝涵真的比对方好太多啊 又是这种往前的风望 杨宝涵真的是太厉害了 有一个 再来一个小精灵啊 哇,天哪 又是街坊的批杀 对方两次想在杨木涵这里偷后场都被惩罚了 略想保守 自己的揭发也向往,蛋卖组合第一局崩盘了 还是杨木涵这种风望 在第一局踏克这招真的拿到了很多分哦 打法比较常规和保守的蛋卖组合 陆静耀的后场也来败批杀 也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 最后还是杨宝涵的往前披萨特首杨洛卢轻松拿下第一局 不过蛋卖组合毕竟是二号总之 实力也肯定不能小虚的 第二局13比13之后 他们就彻底爆发了 这次是轮到蛋卖组合再往前分完了 杨木涵现在往前压力比较大 对方的速度顶得很快 这个披萨有点可惜了 时间出界了 又是一个出界 那么第二局比赛也就没有悬念了 最后蛋卖组合运气不错的滚网球拿下第二局把比赛拖落到决胜局 而杨洛卢一路都是打三局上来 无论是心态还是体能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到了决胜局 杨洛卢又是占据了优势 这球得手后直接无比的开局 这球不得不夸杨洛卢的往前防守 前面几片速度这么快 居然能够轻缩防过来 上场面对两防总和 也是他这种往前的防守厉害 哎呦两人抢到一起了 这个后场的滑派很灵性啊 他们选手感觉没有把他们身高的进攻优势发挥出来 更多是节奏的变化 对方这种多变的进攻节奏 他们不是特别的习惯 发球被判发了伪力 如今要再往前连挂打得也是好啊 这种气势真的完全压住了对方 又是节奏的控制 这种情况可能会给张黄牌警告一下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控制往往不值一提啊 这个防守有点神奇啊 跑的 杨博涵在后场的这种重杀的能力 相对来说比卢静瑶是要弱一点啊 但是现在很好地完成了轮转 这批上大队角漂亮啊 杨博润是1比8领先进入最后的决赛 杨博涵真厉害啊 又是这种往前的疯狂得手 上场的梁王也是吃亏在这的上面 往前吃亏这么多 丹麦主位依然不死心 那杨博涵再修一拍 这种抓了卢静的一个移动反应 这种球啊1米9的恶者确实反不过来了 发球也是 这压力太大了 娘来换了一下位置 其实进攻威胁就小了很多 又是杨博涵 又一个 再来一个杨博涵太神了吧 又是杨博涵的往前技术 这个强的真凶啊 如今要走往前封住了 这解释非常激动 这一拍基本上封死了对方胜利的希望 往前再来一拍 杨博涵拿到了比赛的赛点啊 推球下往了 杨博涵赢了 杨博涵晋级了决赛 连续两战挺进决赛 杨博涵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 决赛的对手也是台湾的组合 杨博涵李泽辉 投冠机会非常大 当然了 谁都怪都是一样的